那为什么说一周刊说 马江政权这个崩围 这里有一个讯号是这样 就是谴责江仪化 连永新也连署 要求江仪化下台 江仪化现在是行政院长 他是马英九最信任 也是执行马英九意志的人 请大家看 这个就是连永新的连署 他要江仪化下台 连永新在这里 我想请教一下中议员 这个有没有政治意涵在里面 有很深的政治意涵 而且连永新出所 看起来似乎有正当性 而且是搭顺风车 700个台大政治系连署 我就签一下 我连永新就是台大政治系毕业的 所以这已经是宫廷的政变 准政变的出手了 表示连家的家族开始发难了 对于马江的政权 马江政权有分几个层次 是很危险的我看 我不敢说应道崩解 第一个 叫霍起肖强 王金平的抗命 跟连家的出手 二 学运的流血 民调很低落 即使恭敬的行政院 是不对的事 可支持恭敬行政院 竟然还远远高过 然后民调还认为他们有理 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讯息 对马江 然后第三 就是2014 跟党主席的罢免 因为2014的败选 是不是保住四都 这个在在都影响到他的统帅权 我觉得很大的裂痕 我不敢说崩解 可是危机是四伏的 是 所以你觉得林永新背后代表连战 连战出手不是对江仪化 然后是不是像连胜文这么亲 不是 到底不是他儿子 而且两个是竞争 干儿子跟亲儿子的竞选的状态 台北市的初选 暗述丁守中 我相信是看得到的 这个 辅着 这个很明显 那这一次的出手就是 一 对付你马江的统治权 利用这个学运 跟台大政治系 只变连署七八百人 二 就是对于连胜文的哥哥的帮助 因为这个态势再下去的话 连胜文输给丁守中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是 也拉抬选情 大家看 连永新的出手是说 江仪化你这样子太粗暴 对不对 对学生 所以连永新的出手 是因为江仪化的粗暴 镇压学生 这个事情让事情反转 所以国际认为 对马英九的评价这么低 也是因为这一场 请大家看 这个学生是 学生是当年的 对 对 他们手无寸铁 也说到流血流地 来 我们再看 再看这一张 请大家看 这学生把手怎么样 举起来 每一个学生手都是举起来 举起来说什么 举起来说警察撤退 再来是我们没有要跟你对抗 我们手无寸铁哦 但是警察照打 请大家看这一张 这井棍这样子 这井棍这样子 那还有呢 请大家再看 学生全部躺着 全部都是躺着 你说他侵入行政院 你当然可以抬离啊 但是你不用他讲到流血流地嘛 那有的还要他偷讲 偷情 我们再看 要打成这样 要打成这样 那网路上啊 其实有很多记者是没有拍到的 是网路上拍到的 再看这张照片 你有看这一支卡吗 这是应该是特警小组嘛 政报部队特警小组 把这头撞下嘛 那我们现在啊 特别准备 从网路上 特别准备的VCR 大家来看看 对这些孩子啊 你把他抬离就OK了 为什么要这么粗暴 不是用 大家注意看 不然用井棍弓 还用那个什么 盾牌 一支井棍你知道多少 多少年吗 一支井棍是一公斤 你知道一个盾牌几公斤吗 一个盾牌七公斤 七公斤用挡的 你看你挡的 还掉不下 其实孩子还都堵掉的 堵掉的 如果挡你的小腿 还是挡你的大腿 挡你的筋骨 你敢还背它起来 好来我们来看VCR 所以啊 政大法律系的教授 何赖杰 今天啊 其实是24号 他在脸书批评 行政院长江一华 说这一次镇压行动 会成为你一辈子的梦魇 他说 六四天安门啊 阴见不远 历史会留下你的骂名 大学校园 成为你这一辈子的禁地 何教授说 早上看到那则新闻 他太太忍不住 嚎啕大哭 那这个何教授说啊 政府的政策 无法让你们心安 无法让你们看到未来 而政府不是努力的 跟你们沟通 努力的说服你们 而是以国家暴力 要你们闭嘴 要你们屈服 这样的政府 既不仁又不义 完全丧失统治的正当性 那东元啊 马总统有认起保障 不一定说他会下台 不过 如果他 大家都不理他的时候 他认不出总统府 他等同于整个政权就崩垮了 讲的不是他下台 讲的是他未来两年多 他怎么带领台湾呢 他有什么样的资格呢 他有什么样的正当性呢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 进广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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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